设定协同编辑的作者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 近诗语这篇文章 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编辑 或是我们同一个小组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线上同时编哦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点选这个近诗语按右键 再来点选 共用的共用 跟刚刚其实很类似 那不过呢 这次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使用者 打在这个地方 打在这个地方 输入 好 这是你的朋友 在通讯录email打进来 可以编辑 这个人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你也可以从通讯录来做选择 再来选择 好 这个人也可以编辑 那就两个哦 这个跟这个 两个都可以 那就两个人都可以进行编辑 共用并储存 好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 网址在这里 我们把按右键把它复制下来 近诗语呢 这三个人可以编辑 但是其他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设定这个 好来 最后点选完成 对不对 那点选完成的时候呢 目前同学看到这次好栏歌 Goodlangle 有没有 那我再使用i浏览器 用另外一个身份进来 登录 登录完以后呢 一样我再来连到google的线上文件 把刚刚的网址把它贴过来 就那篇网址 近诗语 那我一样可以做编辑 在这个地方 那我再回到上页 在Gmail 现在是吕冲玄的账号 我现在点选Gmail 他会通知我 好栏歌将近诗语要跟我共享 他也会email来通知我 我点起来 这时候再点选进诗语 也可以进到刚刚的编辑画面 那编辑画面 同学看一下 目前这个作者是吕冲玄 有没有 我在那边打个 QQ 两个字 对不对 那我们切换到 那个另外一个账号这里来 这个目前是好栏歌 我也把它开起来编辑 好 这就另外一个了 这个是好栏歌在编辑 那之前 这个也在编 吕冲玄在编辑 我这边加个 Enter TT 我们再回到I软器来 这个 那同学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是我编的 那另外一个人编的 就出现不同颜色在这里 如果他这边出现一个 同学有看见吗 我现在一靠到这里来 他告诉我 这个是好栏歌 有没有 Good Rangle 那这个就是我 所以同时编的文件 都同时会呈现 那这个就很方便了 也就是说 同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同时编辑 一份相同的文件 那我们在书本的125页也提醒你 如果两个人同时编个文件的时候 就有不同的显示 比如说绿色这是铝节 那这红色是铝冲弦等等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地方 我们利用两个不同的浏览器 像这是i浏览器 那这个是Chrome浏览器 不太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 同学再来参考看看 我们可以让两个人 同时编辑同一份的文件 再来参考看看 我们可以让两个人 再来参考看看